村尾村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一世而立的偏远之地 但尼泊特风灾至今三个多月 有一群志工却不断造访 把生活物资一箱箱运进来 今天此地基金会又满载他们的身体后患 给我证缓大灾民和困难群众 欢欢救灾物资 这个位于福建福州永泰县清凉镇的小村落 被台风打乱了原本的宁静 但也因为致震风雨迎来了一批家园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清凉都是一家人害感 真的 另一个发放地点清凉中学 受灾民众同样领到了充分的物资 鞠躬造福田 大爱暖心扉 受灾户过冬不忧愁 更有勇气面对灾后生活 大爱新闻这下美鞠躬福建报导 有志农兽的事